OK,我们今天来看一下2018年尊孔的考卷 这个是试卷1,试卷1你们有实题 然后试卷2来讲呢就有四面 也是蛮多题,实题 实题 不过你们这次考试好像还没去到 没有去到 你给我看一下,考卷4,做完吗? 4题是必答题做完,这个选答题来讲呢 6题选4题 OK,所以但是我们今天就不讨论第9题跟第10题了 第9第10是那个统计学的 是不在这次的考试范围内 所以我们讨论到第8题就好了 也刚好4题 也是刚好4题 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8 选择题方面的这10题了 好,看看这1题 这一个等差数列的首相是首n相之和是sn 那请问公差是多少? 那这个sn来讲呢 就是说它是急速就是加到那一项的方程式 写错了 不要超错 好,所以这个最典型的做法来讲呢 我们如果要找公差的话呢 我们要找什么? 我们可以放1 那a1基本上跟se是一样的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的概念 所以我们放1进去的话呢 7-2就会得到5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ase 但我们再看一下s2的话呢 2放进去就比较大了 224 7-28 所以减出来就会是等于24 这个不是s2 这个是s2 意思就是ae加a2 但如果我要看a2的话呢 我们就必须要用s2-se 24-5的话就会得到19 过后我的d是多少? d的话呢 就要a2-a1 所以这题其实是蛮转折蛮多的 他的这个做法呢 那个篇幅相当多 但是整个如果你讲起来 他的这个概念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看到简简简简简 带入1带入2 s2-se等于a2 a2-ae就会等于d 所以他就可以找出他要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题是不错的 主要是考学生 是不是真正理解 等差数列的意思 第二题没有问题啊 我定格了一下了 你要截图了是可以截图了 然后再看看第二题 第二题呢等比数列 我们所谓的等比数列来讲呢 就是第二项除以第一项 就会是他的公比 第三项除以第二项也是他的公比 那这个x乘进去的话呢 就会得到4x平方 这个是减1 4 3 12 12-1 12-1应该是11啊 然后3乘负1呢 就会得到负3 当然如果你觉得 哎呀这个老师 你这样子的惩罚 有点太快了 一点你可以慢慢的放了两个挂弧 慢慢沉沉出来了之后 中间会有两项 然后再夹在一起啊 所以这个是稍微的跳步一下 4x平方是可以约掉的 11拉过来就会得到x 9拉过去呢 就会变成减12 我们得到的答案是A 这题是B 没有问题 OK 三行做出来 有点太快了 不难啊 这集有点第三题 是行列式的题 它只是给了你A B C D E F G H I 会等于3 但是它就给了你另外一个呢 是2A 2G 2D 还有糟糕 B 3C 这个 这个 2H 3E A 6I 9F 这个会是多少 哎呀 所以也就是说我要整理成上面的这个A B 那个A,B,C,D,E,F,GH,I 才把这个东西换成3 我再可以算出来 我弄错了 这里是4 这里是6 OK 所以第一步我们可以整整列抽 抽 抽同样的就是因素出来 很像说这一列我可以抽2 这一列我抽3,32得到6 对吗 抽了出来之后呢 我这里就 这里变成4G 这里变3D 这3E 2H B 然后这个抽3就会变成C 然后这个就变成2I 这个又变成3F OK 过后呢 我再打横一整行抽2 再打横一整行抽3 就又抽2跟3呢 就会得到66 6 6就会得到36 也就是说我会得到36 OK 所以变成了没有这个常数了嘛 对不对 但是再详细看清楚哦 你会发现到 诶这两列好像是倒转了持续哦 应该是ABCDEF嘛 这样两列 如果两列倒转的话 两行或者两列倒转 它是有补一个负的 好 所以这里是A DEF ABC已经正对位置了 DEF GHI OK OK 得到这样子 你不要很开心就圈B 啊 sorry啊 这个东西要换成3 啊 -36x3 啊 就会得到-108 正确答案是A 这一边他没有给一个36 如果是我会放个C 就等于36 很多学生在这个步骤呢 他就圈这个36了 然后他没有倒转啊 没有放个负 OK Anyway 这个答案是A 有没有问题 哎呀 这个难截图哦 放缩消息 OK 这样子了 上面的题目来着不用理啊 OK 第四题 就讲了 第三题 sorry 如果我很快的错 我可能可以讨论两年了 啊 看起来好像很快哦 OK 第四题 好 到第四题了 好 第四题 第四题 它告诉我A的这个矩阵呢 这个叫矩阵 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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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矩阵呢 它的逆矩阵不存在 我们知道逆矩阵来讲呢 它的 它会有一个Determinant A 就是它的行列四分之一 那它的这个东西要存在的话呢 这个分母就不可以等于0 所以如果它不存在的话 代表了它的行列四是等于0的 OK 这个就很简单 所以呢 我们看到行列四啊 这两个相乘 减这两个 所以是X乘上X加4 我做慢点呢 然后 减区 负2 乘2 必须要等于0 所以我们展开它呢 就会变成X平方加4X 这个减减变加 然后22变4 这个就刚好是X加2的完全平方来的 所以如果还要等于0的话呢 X就必须要等于-2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A OK 第四题 A-2 又是A 哦 连续三题 A 这个老师 还是认得这个老师啊 他很喜欢出什么 出答案是A 所以你整题全部 就对了 没有啦 也是看看 看看 看情况 OK 第一 其实是有一些老师会这样子的一个偏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跟老师讲出题来讲呢 你出完了10题 你要打乱他尽量的让到ABC是均匀的 所以但是有很多老师就没有做这个动作 就会造成了 你会看到 这个老师出 他特别爱B的 全部答案B 没有啦 这个有点偏方 不要理啦 OK 这是第五题 第五题 我们有这个连立方程组啊 AX加BY等于5 BX平方减2XY等于8 他知道其他的解是X-E 2-E sorry 2-E 请问A的值会是多少 所以你会看到呢 如果我把 如果这个找出来的解会是这个点的话 意思说我这个点带进去呢 就会是符合 就必须要是相等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我应该要带第二个方程式 因为第二个方程式呢 只有B没有A 所以我带进去第二个方程式 我可以找到B是什么 我在带进去第一个方程式的时候 我就可以连B的数目也放进去 来讲到这里好像有点乱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方程式 第二个方程式 我们带第二个方程式里面 我们带X等于2Y等于负1 我们就会得到B乘2的平方 减去2乘2乘上负1 然后等于8 22得4嘛 所以得到4B 这个负负得正嘛 22得4等于8 4拉过去减就会得到4了 OK 也就是说B会是等于1 然后我再带进去第一个方程式的时候 一样的我带X等于2Y等于负1 但是我连B等于1呢 我也一并的带进去 好 所以A乘上这个2 加上1 B是1 乘上这个负1 就会等于5 OK 然后呢 这个是等于负1 拉过去呢 就加1呢 就会是等于6了 然后这个是2A 所以A呢 就会是等于3了 好 我们的答案就是C 啊 C出来 不是B 就不是A到完的 OK OK C 第五题 就这样 好 好 第六题啊 解分4不等4 X平方X减1 除以X加3 大于等于0 那这一题来讲呢 我们就直接可以画书先 1是最大的 X有两个 所以我们0放两个 这个是我的平方 啊 OK 所以这个是我的做法啦 啊 然后呢 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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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可以接受的顺序来讲是可以接受 OK,这题是B OK 啊,这一题就比较麻烦一点 第七题来讲呢,它是我们叫不等式,但是它是一二元一次方程式 所以就要要画在那个 呃,画在这个 呃,直角坐标系上面 OK 那在这边呢,他就讲了,哎呀,这个图他基本上已经画到,画完给你了 所以那个这三个范围来讲呢,还有了这个 啊,这条线 是吧,要大于等于零,所以是下面的 因为的这个,Y有负,所以他是会倒转的情况,是下面的 还有这一条,这条在哪里,这一条 然后大于零,然后Y是正的,所以他是在上面 还有的就是这个X-1呢,就是X等于1,然后小于零就往左,也就是说是这个范围啦 OK,这个范围,然后Z等于3X-2Y啦,他就放一个3X-2Y等于零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条线 好,再往上推到最顶点呢,就是这个点 所以他其实这个图已经画完给你了,只是说要你 他已经画完给你,然后你只是要明白 这一个,这个题目还有他所给你的答案里面到底他要选哪一个点 好,所以换句话呢,这里其实要的是,你应该是用哪0,2 也就是说X要带0 好,然后,呃,0,2,所以Y是要带2 最小哎 这是最小值吗? 往上推是最小值吗? 往上推是最小值吗? 往上推是 但是也的确是,如果我放X等于0,Y等于2的话呢,他会是负4哦 好,应该这个也是一个最小的值吧 但是如果往下推去到这个10的话呢 哦,就会是最大值133 哦,所以这个最小值应该是C啊 啊,最小值就会是C 最大值反而是这个3 哦,最大值反而是3 OK 最小值 不是很理解是怎样推的 我忘记了,明明我记得是往上推是最大嘛 往下推是最小 哎,为什么这个时候是反而往上推是最小 还是往右推是最,这个不是很记得的 哦,奇怪 不过还有,我比较喜欢的是,一个是IGCSE的方式很很 我觉得他这个方式是最好的 反正就是说你拿了三角形,你就看这三个顶点 你丢进去算看哪一个塔 这个是最方便的一个做法 因为我就觉得哎呀,这样子也是蛮不错的 好,不用用了 哎,多好 就是找他的那个角,角落的,如果你是多边形,很像五边形 这样,你就拿五个顶点,然后掉进去算一下,看下谁大谁小 哦,所以也是蛮方便 好,来 所以第七题,C啦 这个没有,没有需要任何的,就是这样子 哦,因为他姐已经给完了 第八题,我们来看一下 半径 然后球C 半径等于是球C 那这一题来讲,我其实不是很习惯 我不是很习惯这个一般式 这个好像是叫,一般式还是标准式 OK,反正我不是很习惯 我比较习惯的是那个 呃,反正我的做法呢,我是要把它转换的 然后呢,我是呃,用什么呢 就是用 用配方法,我习惯用配方法 所以在这边,当然第一个呢,就是二不可以有啦 我必须要是一的 所以我们除以二 除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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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除以二 OK,然后呢,X跟X配在一起 X平方-2X 加中间一半的平方 2的一半是1,1的平方还是1 然后呢,Y平方跟4Y就配在一起 再加中间4的一半是2,2的平方是4 那这个C拉过去对面来讲呢 就会变成减C除以2 左边加了什么 左边加了这个1,还有这个4 这个是无中生有的 那你无中生有好像不是很合理吧 无中生有的东西 这样你要做平衡的话呢 就好像天平这样子 左边加右边也要加 所以我加了这两个东西 我右边也要加 所以加回一个5给他 OK,所以这个就是X-1的完全平方 OK,这个就是Y加2的完全平方 那右边的话呢 就会变成Y-C除以2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呢 将会是它的半R平方 也就是说半径的平方 刚好我的半径呢 会是4 题目给了 所以呢 这个是4的平方 好,那4-16我可以把有 哎呦 4-16 16-5等于9 然后我的这个-2乘过去对面的话 得到什么呢 C就会是等于负10吧 啊 哎 有点出入 我弄错了什么 我再看一下 呃,这个对嘛 4-16-5 16-5应该是11 也就是说这个错了 这个应该是22 要-22 还好是选择题 不然的话就是做错答案了 好嘞 东西 一把题 有没有问题 还有两题是我们的 统计学的部分 我们要讲吗 呃,跳过吧 你们老是跳过,我也跳过吧 反正也不是很难 啊,不要紧了,跳过了 OK 好,就这样 我们看一下 呃,Paper 2 OK 没有问题 这样我这个就传掉了 我们看一下Paper 2的部分 第一期 等差数列的首项是A等于5 第20项A20 等于A加19D 通常我都会这样子来写一下啦 啊,等于62 请问我的公差是多少 哎,这个很容易啦 啊,我这个5带进去 5加19D等于62的话 我的19D就会是等于 62-5 得到57 57 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是3吧 9327 31345 57 所以我们的公差是1 这个就是第一小题 所以 20项之和 就是我们的S20 我们的S20来讲呢 应该是N除以2 加上前加后 啊,这个是最快速的一个做法 因为在这一边呢 我们的20越减则到10 我们的A有了是5 好,我们的A有了是5 我们的A20它其实也给了我62 所以呢 这个S20呢 可以最快速的做法呢 应该是带这个公司 N除以2 呃,乘上这个A加A20 这个得到67 对吧,67 5一个0 670 高点 OK DT就这样子 我跟C一下嘛 D等于上了 S20 等于670 OK 对啊,对啊 跟你们的 我这边没有答案的了 这个我做到什么 应该就是啊 哎,第一题 啊,逆俱证的找法 OK 所以我们先写一下 这是俱证 逆俱证的话 我们要拿 这两个乡层得到-9 减去这两个乡层 加上428 这两个掉位 这两个补复复复复复复复 这个这样子 然后呢,这个好像是得到复1吧 所以也就要沉进去的话呢 这个就等于3-3-4 诶 意外发现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个是 这么巧而已 不是每一个的矩阵 它的逆矩阵等于自己 所以这题是比较特殊的 如果你去 两个乡层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乘 这个乘 这个339 这个 跳水式乘法 这个乘这个等于-8 9-8等于1 当然我们先 我这个可以 还一下 告诉你 为什么它有这样子特殊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 特性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下 这两个乡层得到9 这两个乡层等于-8 这两个乡层得到6 这两个乡层得到-6 这两个乡层得到-12 这两个乡层得到正尔 - parar - down 9-8得到1 6-6得到0 -12加12得到0 -8加9得到1 你会看到这两个东西 自己乘自己 会等于1001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特殊的一个一体来的 很多学生看到 老师这么一样的 以为自己弄错 并没有 这个是他精心设计的 OK 这是第一 我可以先给你看一下第一个小题 我这样子写等于 告诉你还是 据此 据此 我们要找 这个联系方程组来讲 我们可以把它拆成 拆成这个 我们叫matrix的format OK 等于17 然后我把这个拉过去对面 作为逆矩正 刚好又是等于想等的了 就会变过来 会等于这个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就乘了 这个乘这个等于30 7乘负4 则到负28 2乘10 则到20 7乘负3 等于负21 过后减一减呢 上面等于2 下面等于负1 也就是说我们的x 整以2 y等于负1 高点 第2个场 第三题解不等式 x平方减5x 减6小于等于0 2乘上3减x 大于3乘x加2 OK连利 这个第一个方程式 这个是第二个方程式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方程式的话 它可以因式分解 变成x减6x加1 那这个如果你画数线的话呢 它会是6跟负1 真负 真 会是在 这两个的之间 那如果我再看下2的话呢 第二个的话我们要展 我觉得要展开了 展开的话 326-2x 大于3x加326 这个6跟6可以去掉 这个拉过来就会是5x 等于0 然后x意思说x要小于0 然后呢 如果我再画数线的话呢 它就是0以下 所以这两个要合在一起 看一下它的那个 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的那个 overlapping的一个部分 OK 两个一结合的话呢 就会得到-1跟6 我们讲结合 它们的结合的方式好像是这样子 上面的第一个 0在这里的话 哦 这个是这个 overlapping的部分是这里 所以最后呢 它的结论是-1小于等于x小于0 好 这一段就会是你的结 我们写的时候呢 是这样子写 -1小于 小于等于x小于0 OK 所以这个是有没有等号的这个呢 是要注意一下 有时候会看漏眼的 所以这个也是他们老师会抓的一些部分 All right 第四题我不讨论 虽然是必答题 但是它是一个统计学的题目 平均数等于6加起来等于6 应该不难找到x 平均差 平均差 平均差怎样找了 标准标准差平均差 哎呀没有伤到啊 反正这个我们调掉了 我每次有时候忘记 啊 第五题 OK 插掉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题啊 一个等比数列的第三项是1 呃 A3 A3是等于AR平方 啊 我们就等于 A8 就是AR的七次方 等于1除以243 求公比 好 求公比 所以这个很明显的 第一跟第二呢 我们只要相处一 啊 第二除以第一呢 我们就会得到 R的五次方 等于1除以243 也就是R呢 我们开五次方根 就等于23 23是什么 的五次方啊 如果没有错 应该是 3的五次方 OK 我找一下计算计算 计算计算 这里 够不了了 OK 243 3的五次方 看到吗 看三的五次方 243 OK 也就是说我开五次方根 它会是等于三分之一 找到公比 当然是 OK 5A 的 第一 小题 第二 小题呢 就要找A 这样我们就带回1就好了 我带回1 我的A乘1三分之1的平方会等于1的话 3399乘上去A就明显是等于9 高点 高点 就这样 5A 这是5A 5B 5A 5B 5A 我学 诶 这样我就这里答一下那个答案了 R等于3分之1 1 3分之1 A等于9 高点 我们B的话呢 它讲等差极数 减27 减24 减27 二十四 第一项加到第几项的核为正值 OK 所以当然这一边呢 如果你不想要想太多的话呢 它的第一呢 会是27 负27 它的第一项 它的公差来讲呢 好像是加3的 就加3变成负24 这样子 所以第几项 之和为正值呢 集数啊 要加到第几项为正值 你可以这样子来看 SN 等 SN 等于 N除以2 然后 2A 加上N-1 乘低 OK 要大于0 那你就可以找到N是多少了 OK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当然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93 27 换句话呢 第九项应该就是0来的 再加到9上第18项呢 好像就会变成了 第18嘛 第18应该是27了 然后第27 第18 第19项开始呢 就应该就是了 所以N呢 这边应该是要算到29 之啊 差不多是29 19 所以这个是我初步的一个新算找到答案应该是19这样子啊 OK 不过如果是要表达的话呢 我们是这样子来做 27乘2就是等于-54 然后呢 N-1D的话 因为D是3 我们就会得到3N-3 啊 啊 要大于0 OK 所以我们呢 2乘去对面 你就不要理他 N乘进去 我们就会得到3N 要乘进去吗 好像不用了 好像也不用乘 就是N放外面 3N-57 大于0 因为N一定大于0 所以我们比较要看的是N 3N必须要大于57 N除以57除以3的话133 279327 哦 这样应该是N等于20开始 哦 这样我刚才应该是看 想错了 因为第一项是-27 可能要去到第10项呢 才是0 哎 还是第9项是0 但是在18项 19项 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 用这样子的方法呢 大概就是跑不远了 就差一格这样子了 19的那个是我心算算出来的 可能忽略了一些那个0头上的东西了 OK N等于20 OK 使用无穷急速求和公式 将1.66666化为分数 哎 这个其实C的这个来讲呢 你不用等 等笔数链啊 有很多做法的 有一个IGCSE学生的做法呢 他就设这个1.66666 等于X 我乘10的话呢 10X 就是等于16.66666 然后两个相减 10的减1的就会得到9X 然后减了之后呢 你会看到16-1 就会等于15 这66666就会去掉了 换句话 X呢就会是等于15除以9 也可以讲说1u9分之6 越减 这个好像可以越减 我们先越减的话呢 越减3等于5分之3 也就是说1u3分之2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分数还是带分数 化为分数 化为分数 可能 5分之3应该就够了吧 好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方法是最快的 这个方法是 IGCSE他们提倡给学生的 因为这个方法是相当快速的 但是 我们的Silibus要用的是那个求和公司 所以没办法了 所以如果我假设 如果我假设说它是1 加上0.6 加上0.06 加上0.006 好 以此类推的话 那它后面的这个呢 就会形成了一个等比数量 也就是说我的A呢 会是0.6 我的R呢 会是0.1 或者是1分之1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 无穷极数 的公式 会是A 除以1000R 当然这个条件是R 必须要小于E 所以这个是0.1 所以是OK的 所以我们再放回进去 0.6 除以1 减0.1 就会得到0.6 除以0.9 我乘以10 乘以10 就会去掉了 在月3的话呢 就会得到3分之2 然后再加回前面的这个1 我们就会得到 1 又3分之2 那么加分数会是3分之5 所以跟我们所写的东西就会是一样了 OK 5出一层 第六 没问题 啊 这里是提供两个方法了 啊 不过上面的那个方法 不是这一个长节的那个做法啊 我们的做法要用这个等笔球和公司呢 必须要有这个公司出现 OK OK 第六题 OK 通过三个点的圆的方程式 嗯 那么 啊 最讨厌这个提醒 因为什么这个呢 它是有几个点 三个点 然后呢 你就要先设那个圆的方程式 会是x平方加y平方 加上2fx加上2gy加上c等于0 好 然后呢 你带a点进去 你就会得到224 加1 加上224f 加上2g加上c等于0 如果我把这个4加1就变成5 拉过去对面的话 就会得到4f加2g加c等于5 这个是第一个方程式 如果我再带b点的话 5525 8864 520f 减去-16g加上c等于0 好 这两个一样的 我把它变成10f-16g加c等于0 哎 不是等于0 sorry 不是等于0 这两个加起来 89-89 这是第二小题 我们再看c的话呢 这个是10 10 所以我们带了1 带了0 2f 然后这个是0 然后再加c等于0的话 也就是说2f加c等于-1 这是第三题 说怎样呢 这里刚好因为它alds已经不见了五 所以第一个想法我們原本的那以前的做法是两个箱间去掉解像 两个箱间去掉三 然后我再看一下再联理在找 但是这里应该已经没有了G 我可能就想到说用1乘上8 让这个G也消失掉 4832F加上16G 加上8C等于负40 OK 然后这个是第四的话 我们再用第二加上第四 得到42F加上9C 得到负129 除以3除以3 我们再除以3一下 这个有点太大 133432 3C等于4339 这个如果设成5的话 我们再把3C给去掉的话 我的第三点呢 要再乘以3 第三点乘以3 就会得到326F 加上3C 等于负3 这是第六题 然后第五减去第六的话 我就会有8F 等于负40 对吧 然后我的F呢 就会是等于负5 我的F等于负5的话 我再带回3 负5乘以2 负10 负10拉过去对面的10减1 就得到9了 最后最后我再带回1好吗 我再带回1 有点太复杂了 我再带回1的话 我有4F4520 负20 我有2 真的呢 我有2G吗 我有2G加C等于负5 我可以2G加C等于负5 我有2G加C是9等于负5 这个拉过去20减5等于15 15再减9 15再减9等于6 然后我的G就是等于3 最后我再带回进去那个圆的方程式 X平方加Y平方加2F 2F就会是等于负10 然后2G就是326Y 再加上C是9等于0 这个就是你的方程式 X平方加Y平方加Y平方 X加6Y加9等于0 OK 所以这个缩小 给你看一下那个 篇幅要写到多长 所以为什么我是最讨厌做这题 这种提醒 看到吗 我说了多少% OK 我去到50% 缩小一半的 在看完我整体的 不重 OK 当然我们 我如果分成两边 然后可以放大 变成整个screen的话 就不用缩小了 哎 不过你可以看到那个步骤 这里相当多的 OK 好再看看 还是第六题 但是是B的部分 以至一个圆的直径的两端 是A点跟B点 这两端 请问这个圆的方程式是多少 这个我们有提供两个解吧 我这边应该可以提供到两个解 如果是AB作为那个圆星的话 第一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我可以提供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method 1 我们就有 圆星 会等于2-4除以2 -7加1除以2 就2-4 -2 -2 -2 -1 然后再来的就是 -6 除以2 等于-3 所以我们的半径多少呢 半径的话 我们可以用OA 2-1 2-1 就是加2-1 的平方 -3 加7 的平方 这里是3 这里是4 3 4 接下去当然就是5了 也就是说呢 它这个方程式呢 是X加1 的平方 加Y 加3 的平方 等于5的平方 OK 就做好了 当然如果你要展开 的话 就会得到X平方 加Y平方 加2X 加6Y 这里是1 这里是 9 1加9等于10 这个是25 20 10-25 就会等于-15 OK 所以这个是一 就是展开 我可以一步就做好的 为什么我要 变成这个一般式 这个标准式呢 因为Method 2呢 会是 会是以这个标准式来表达的 Method 2 OK Method 2 这两个点呢 这两个点是什么点 AB点 因为我们知道A点是2-7 我们B点是这个-41 然后我假设这个动点P 是XY 因为半圆寒直角的一个定理 我的A拉去P一定是B拉去P一定会垂直 这个就是原型的一个特点 这个就是圆形的一个特点 就是AP AP垂直于BP的一个概念 我们就用它的斜率 就是X 就是X 斜率是什么Y 加2 Y加7 Y加7 除以X-1 X-2 那我上面相层就等于Y平方 加6Y 减7 这个拉过去对面 当然它有一个负 我们X平方 加2X 减326 然后我再拉过来 就会变成加法 所以是X平方 加Y平方 加2X 加6Y 啊 啊 -6 -6 -7 sorry 啊 这个是428 428 -7-8 等于-15 所以他们两个是相等的 这两个method哪一个比较短 老实讲是一样啦 啊 啊 老实讲是一样的 所以 所以啊 两个都都都是可以被接受的一个解法 都蛮不错的 只是这个概念很多很多学生不会想到 啊 既然可以用半圆寒直角这个概念 啊 AP垂直于PB 啊 就可以说画出一个圆来的 啊 真的是有点很神奇 嘿 OK 没问题 好 这个圆的方程是我们抄一下 他是 加2X 加6Y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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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了啊 我们再看一下7A 解不等式 3 小于 2X-1的绝对值小于9 我在想可以不可以这样子解 因为感觉上 如果我们的以往的方法当然就是我们这样子猜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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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绝对值小于0 然后呢我们就说哦他应该是夹在这两个的之间 这个是小于的一个做法 过后当然你可以讲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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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得到负8 10 然后再除以2的负4 5 OK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个绝对值大于3的情况 我就会有这个大于3或者2X-1小于-3 OK 这两个其实是N 所以过后呢 你我左边的这一边跟右边的这一边呢 我们必须要Combine变成一个 竖线之后呢 我们要看他overlapping的一个部分 我在想的就是我可以不可以把这个直接传插在内就变成了 哦等下再讲了啊 2X我这个拉过去便是X要大于2咯 然后2X小于-2X小于-1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数线来讲呢就是5啊 2啊 然后-1啊 2-4啊 第一个是这两个的之间呢 第二个是这两个的外面呢 然后overlapping的部分 就会是X 呃 -4小于X小于-1 或者2小于X小于5 我刚才那个想法呢就是看他那个对称性哦 我就想到说我能不能够说哦他是在3到3到9之间还有-9到-3之间 但是如果你再看一下这一个跟这个结合好像的确也是这样子哦 为什么会这样子做比较容易其实我这样子做的话呢你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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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会得到-8 2X 呃-2 然后X就会是在-1到-4之间 然后呢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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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是等于4啊跟10啊除以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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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就会得到-2 跟5之间 哦 所以可以用这样子的做法 OK 传统的做法是左边那个啦黑色的字 然后红色蓝色那个字是我过后突然间有-3 有一个另类的想法哦 我看一下他可以不可以把它再-3 第三行的这个-3 我再recombine回去啊 变成这个两个都是这样子的一个format 然后再进行处理 OK OK 感觉上是合理哦 感觉上合理哦 感觉上合理哦 OK 再来看这样B哈 X-5 小于等于12X加1 因为这一次呢这一边呢我们的这个分母有X的关系呢 那这种情形的不等式呢我们不能进行啊不是不能呢就是不鼓励说 直接进行交叉层 我们呢要的是啊进行通分 交叉层的话呢你会有一些资讯呢是 呃会会弄错的啦哦 所以我大概是这样子讲 所以我们进行通分的话呢是2X加1-X加5 啊这个乘上去对面 减 乘进来就是减X加5 下面就会两个相乘呢就会是2X加1乘以这个X-5了 所以这个时讯你还不要丢掉哦我们看一下上面呢2X-X呢就会得到X 5加1呢就会得到6 OK 所以这里呢我们就有3 3项东西再把它画成书线的话 5-2分之1跟-6 正负正负 然后小于0啊小于0就是负的部分呢 那要看清楚呢只有这个可以等于因为它是分子的 然后其余的是分母的 所以呢啊那我们的解呢其实是X小于等于负6 或者负2到5之间 OK 上面的那个我没有写到答案 -4 小于X小于负 哦 2小于X小于5 这一题 这一题的话 OK是这样子 X小于 等于负6 or 负2分之1 小于X小于5 2小于5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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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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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X平方加X减6 大于0 这个就会是X减1 这一个在因式分解呢 啊会是X加3 X减2 啊也就是说我有一个解释 啊一个解释1一个解释-3 真负真负 然后因为它是大于没有等于它就是空心的 然后呢-3小于X小于1或者X大于2 完了 就这样啊 有没有问题会不会太快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还要进行那个综合出发 哦 哦 结完差不多结完了,所以所以看来今天我要做买2 2017的,OK,第八题A 还要解这个,哎呦这个很够处杂的东西 怎么办呢 当然有很多学生就想说啊,老师我要怎样做处理啊,就是说要哪一项捡哪一项啊,或者是什么呢? 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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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况 老实讲啊,我是觉得很多时候呢,不用 尤其是你做处理啊,加减啊,你会浪费很多这个步骤 你会浪费,因为你一直要重操他的东西 所以很多时候我就直接的也不用去理他,我就直接的承完他 啊,反正他其实也没有啊,反正六项嘛 慢慢做一定做到 OK,这三项相承的话呢,因为他是5成,负5成负1到5哦 也就是说他是5成这个负1哦,也没有很难 而这三个相承呢,因为有一个0哦,所以又会变成0,又不用去理他 428,8乘这个x减4,所以两项而已 再来我们打斜乘上去呢,这个是会有负的 刚好负5跟那个负呢,约掉了,就会得到10乘上这个x减1 OK 这三个又会撞到0,又变成0 这三个相承又会有一个负,又变成加 所以又变成加4 x减4 啊,这样子的话呢,也只是4项而已 你要的话呢,你会发现到x减4呢,又有两个 8加4加起来就会变成12 你做了之后,先把这两个combine了之后,你就可以慢慢的展开了 等于1 慢慢展开其实也没有很难,5成进去5x加5 12乘进去12x减4的8 10x乘进去10x减10 然后呢,这三个相承呢,10加12 加5 5就会得到27x -48 -10 -58 -58加5 就会得到-53 这个是等于1 等于1 拉过去呢,就会得到27x等于54 X就会是等于2 有很难吗?没有很难了 所以其实这种情况你也不用去怎么做是处理啦 直接成完出来啦,他也是只是四项东西 四项东西展开他做慢慢的慢慢的加起来 尤其你们又有计算机 刚才我连动计算机都没有动到就做完了 所以他其实不是这么难的东西 反而B的这个就跟B的这个头痛 B的这个是要做A的负义次方 这是他最终的那个要找的东西 OK 但是 他很好人,他把它分成三个小节 然后把不同的部分呢,又有评分数给你这样子 OK 我们来看一下 B的 他是要找A 324-2-13 13-2 他要找这个 第1个他就要找A的 Determinant 代数与指示的转 转字去称ADJ 然后再找A-1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 首先 要找这个行列是 我也是认为说不需要做任何的处理 我们直接的去把它乘开来就好 这三个乡乘 3乘1乘2得到6 复复得证 3乘2乘3 428 8324 刚好有一个减 所以是减 再来这个是乡乘1乘3乘2得到6 这三个乡乘又补一个减 刚好是-4 然后补一个减 变加4 3乘3乘3乘3又补一个负 333是27 这三个乡乘2乘2乘2等于8 复复得证 然后因为他是减的 所以是减8 OK 没有很难 我们看一下他是等于16 真的是16 负的那边呢 8加7等于15 所以是35 35加42呢 就会得到59 两个相减得到-43 高点 OK 这是第一个小七 小街 第二个小街 还要找ADJ 第二个小街 ADJ怎样找呢 ADJ 啊 我们这个位置我就删掉这两个 所以剩下这个-133-2 这里是真的 这里是负的 我看一下 那我们看这里就好 OK 这个蛮复杂的哈 他是正负 正 这里是负 这里是正 这里是负 这里是负 这里是正 这里负 这里是正 然后 然后还要转值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篇幅 然后我们要再慢慢的把那个数目给补回进去 这里两个割了之后呢 这里是2 这里是4 这里是3 这里是负2 这个割了这两边呢 是2 4 -1 3 这个割了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2 3 1 -2 这个十字架割掉的话呢 就会剩下3 4 1 -2 这一边割 就会得到3 4 -2 3 这个位置是-2 -1 1 3 这个位置是3 2 -2 -1 这个位置的话呢 是3 2 -2 -1 这个是-2 -1 我这边弄错了吧 因为应该应该是1 3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前面是一样的 这两个前面是一样的 然后这两个后面是一样的 大概是有这样子一个规律吧 还有什么 下面的这两个是一样的 上面的这两个是一样的 上面 上面两个上面两个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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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两个上面两个上面两个上下是一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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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跟这个一样好有这样子的一个啊规律你可以看到 OK,那个规律没有错了之后,我们要找一下这个矩阵。 所以说这里两个相乘的话呢,复一乘复二就会得到二,二减三三九。二减九得到复七。 对,复七。这两个相乘是得到二乍四,四三十二,复四减十二,复四减十二,复四减十二, 复复又会得正所以就得到16 这里326 减减变加 6加4得到 6加4得到10 复复得正是224 4减3得到 4减3得到1 外面有复 所以得到复1 326-6 减4 复6减4得到复10 339-减变加 428 9加8等到17 外面有一个复 复17 复2乘3 复6 减变加加1 复6加1等到复5 复5 339-2 9-2得到7 外面有复所以是复7 3乘3-1得到复3 复3加4 复3加4得到1 1 tra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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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一点啊 基本上这里我们照超 这里两个就掉位16-1 1-1 10 放过来这个掉上去 复17加上来 复7拉升上去 完成 这个还没有真正完成 还没有真正完成 因为我们的a-1次方这是第三小题啊 a-1次方 会等于 这一个 Determinant A 再乘上这个ADJ 来 那 我要看回去 我们的 哦 复43 降6 这样的 OK 如果我放回去啊 复43 这个东西 复7 16 10 复10 复1 复17 复5 复7 还有1 理论上来讲啦 他们都会把它沉进去哦 虽然沉了进去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多大帮助 基本上完全没有帮助 因为 好像13是一个直数 好像没有东西可以越减吧 7好像越减不到 7 6 42又没有 3又越不到 反正就是好像肯定越不到 他只是把这个复沉进去 把它倒转到 但是你的4 3还要写进去 所以 负的变正正的变负 16 除了3 然后那个 四十分之一 一直全部 一直都放进去就对啊 OK 所以最终呢你的答案是这样子 17 43 哎 这个可以约吗 好像也不行了 我上 其实不行 啊 反正就是指数 12 四十三分之一 四十三分之五 四十三分之七 负四十三分之一 搞定 说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很鬼不美的一个 好 你可以看到了 如果我要整个 啊 去看我们的这个 整个步骤啊 也是一个很长的 这是等于二 这个我就不写了 因为非常麻烦 OK 整个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步骤 要说多小才可以看完 三十八仙吗 还没 还没看完 我这个截图好像也是没有多意义了 哦没有没有那我A不用看了 A不用看了 OK 说大概38% Cut掉一点点 然后这里有点太大了啦 因为我要配合这个的 大小 所以这个还可以是贵心下了就可以变成比较小 OK 这样子 很小的一个 图 很小的一个答案 嗯 OK第九跟第十 我不做了 这个是我们啊 这个是这次的考试的方位 以外 所以我们还有时间我们看下第20 2017年的考题 OK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2017 这边 我们可以开始了 OK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1题 OK OK 等差数列的首项A等于40 共差R等于负2 请问第九项是多少 A9就会是等于AR八次方 我们40放进来 负2的八次方放进来 负2的八次方 应该负就会去掉了 这里你可以把那个4抽出来 它其实是2的二次方再乘10 2的二次方乘过来 就会变成2的十次方 也就是说1024 再乘10就10240 共差10240 OK 所以这些正确的答案应该是DONKEY 10240 OK OK 第二题 等比数列公比为 等公比为负2 各项乘上负3 请问公比为何 所以他原本的公比是负2 然后每一项都乘负3 现在他的公比又会是多少 不好意思 他的公比还是一样 很多人 老师不是要乘3负3变成负6吗 并没有 因为你乘乘乘乘乘乘 这里乘负3 这里乘乘负3 我们的公比是什么 我们公比是A2除以A1 这里负3这里负3 刚好可以跃掉啊 对吧 所以他的公比根本不会影响的 这题其实是 你讲他陷害你吗 也其实不是 他其实是考你的概念 有没有清晰 所以这题是完全不需要任何的运算 你就可以判断出来 答案是A 很多人就选D了啦 我相信 OK 第三题无穷等比级数 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第三题 第三题 他的A是三分之二 他的R是多少 你可以看到三分之二变成九分之二 好像是乘以三分之一 然后再乘三 好像变二十七 所以二十七分之二 也就是说我的公比呢 应该是三分之一 无穷等比级数 我们是S Infinity 是等于A 除以一减R 当然这个条件是必须要的 就是R的条件 一定要是小于一 当然这边是符合的 我们就可以直接代公式 三分之二 除以一减三分之一 一减三分之一 刚好U等于三分之二 所以越减就会得到一 OK 所以这题答案是C 谢谢大家 这题我看了很久 你就会想老师 你是不是卡着很久 主要这一边他其实是要用克兰武定律来找 调查外 问题是 为什么我看了这么久 我看的是这个 我还来一下 我很担心是因为我担心是 我自己看错吗 怎么还来不到 我可能换一下这个 这样子还来应该可以的 这个是Z还是X 如果这个是X的话 我担心是我他打错 他原本是应该要是Z的 然后他打错变成了负X 所以如果你是 负2X的话呢 他真正 因为我现在用 当作是负2X来做 我相信他是特地的一个陷阱 所以我就当作他没有打错 我这样做我们找一下这个较大外对不对 好第四题 OK所以也就是说我先把这个东西先整理的话 X减2X其实是负X 加3Y 加0Z 会等于4 第2的话呢 他会是3X 减2Y 这个Z 右边的Z必须要拉过来是减Z 等于7 这个是4X 减2Y 加3Z 等于5 他克朗姆的这个较大Y怎样找 我 叫他玩什么 有掉他玩意味 呃 我们是怎样 哦 是有掉他X 掉 掉到Y掉他Z 然后还有一个 掉大吗 哦 是4个东西 然后掉大X 所以掉大就会是等于他的X字 掉到Y两早呢 掉到Y基本上呢 是把这个Y的这个系数 换成了4 7 5 OK 也就是说这个是负1 这个是3 这个是4 这是4 这个是7 这个是5 这个会是0 这个会是负1 这个会是3 OK 那我们先算一下这个7 321 因为这里有负 负21 4 4 16 这里有减负16 然后这个就会变成0 这个也变成0 这个就会变成减5 3399436 这一期这样子看的话 21 加16 加5加36 答案是78 应该是负78 是什么 哦 有答案 所以这个不是打错 这个是真的是陷阱来的 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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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他也 他也因为下了这样子的一个做 因为很多学生会看漏眼 其实不是很好 这个就还好 因为你看不到Z 你就看到 放在了右边 你自己会拉回来的 这种情况 很多的学生会看漏眼 以为是2Z 我相信你如果放2 负2Z的话 应该又会有另外一组的答案呢 在选项里面 很坏的一个题目 anyway 所以这题 就这样子做了 所以这个要看清楚了 那个陷阱 当然这边其实也是 另外一个小陷阱 这个我又觉得还好 这个是比较 阴险 第五题 第五题跟刚才的那题很像哦 刚才是3乘3 这一回呢 他只是出2 2乘2 不过他的做法其实是一样的 2A 6B 3C 9D 这个的排位没有 高转 你只需要抽一个 2 是吗 抽一个2 抽一个3 对吧 抽一个2 抽一个3 就等于抽一个6了 抽一个6 这里就得到3B 这个也会3D 再抽多一个36318 就会有ABCD了 过后呢 再把这个18再乘2 就会得到36 所以答案是C OK C OK 对吗 这里抽2 这里抽3 最后再打直的再抽3 对 对了 第6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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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平方 x平方减1 大于等于0 那这个x平方减1要注意啊 它其实是x下1x减1来的 过后如果我画数线的话呢 我是跟你们讲说 有加1 有加1吗 有0有两个吗 因为平方的关系 所以还有减1 加减加减 弄错了 加减加减加 大于0是加的部分可以相等 可以相等 可以相等 在这一边在这一边 所以是负1 x小于我们的负1 小过 负1 x等于0 还有x大于等于1 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 呃 不好意思啊 这种写法是不不可以接受的 b的这个是写法上的一个错误 不可以这样子写 然后c的话呢 就会是漏了0 有很多老师是怎样的 你看到x等于0其实不用理他 你只需要画这两个 其实你有那个方法也是可以的 你不要理他 你画这两个之后 加减加 对吧 过后你要看回x 如果可以等于0的话 你记得要补 OK 所以这个 学生忘记补呢 他就会去全息 这第一答案是东西 逆矩阵不存在 行列4等于0 就这么简单 逆矩阵3 我先写一下 我先写一下 逆矩阵不存在 他的行列4等于0 他的行列4 等于0 也就是这两个相乘 3-x 乘上2加x 减去 负2乘3 我们展开3 2的6 3x-2 3-2 得到1 负 x平方 负负得正3 2得6 然后我们再把 丢过去右边的话 就会得到 x平方减x 两个加起来等于12 拉过去就减12 好 那因此分解的话呢 我们就会得到 x-4 x加3 所以 x等于4 或者 x-3 x-3 答案是B x-3 答案是B OK 第七题 我们第八题来看看 第八题它其实是 你可以拆成X加Y XY加Y等于4 还有X加Y等于4 两个方程式来的 这边我建议你把X带成4-Y 这个是第一个方程式 第二个方程式 我们第二个方程式 我们可以整理这一 这个样子 这个称为第三 然后我们把第三带入 第一 就会得到4-Y 乘Y加Y等于4 那我们展开的话呢 就会得到4Y-Y平方 加Y等于4 然后 Y平方拉过去 负Y平方就变加Y平方 4加1Y就等于5Y 拉过去就减5Y 然后再加回这个4等于0 我们就有Y-4 Y-1 所以是Y等于4 或者Y等于1 OK OK 这个是Y 我还没有找到答案 所以我们要带回进去3呢 所以我的X等于4-Y 4-4就等于0 4-1就等于3 X等于3 所以我的X的值就是0跟3 还好他没有0跟4 不然的话1跟4我就全下去了 还好他没有放这个现金 如果是我 我已经放这个现金了 1跟4 哎呀 每次 所以他其实蛮忍耻的 OK 给你看一下 这个这个是完整的一个解题 还有20分钟 BeperDoo是解不完的啦 BeperDoo应该解不完啦 求急速之和 K等于5 到K等于12 哎呀 这个5到12要讲解 头痛麻烦 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这样子的 好第九题啊 我们的Sumation K等于5到12的话 5K减2 要怎样做呢 首先我们的SumationK SumationK的话 我的公式是 N乘N加1除以2 什么 so因为他是12 我就是放到12 但是这个是从1加到12才是这样子哦 然后这是乘5的 乘5 5那减去 所以换句话呢 这个是从1加到12才是 所以他从5加到12呢 就变成了我要1加到12减去1加到4 所以1加到4的话呢 就是1加到12加到12加到4 然后就是一样的公式 但是他放减 然后就是一样的公式 放减 而且同理啦这个负2呢 它的Sumation呢 就会补一个N 这个N呢就会变成12-10 一样啦 n 然后它是1到n 它才是n 那你5到12的话 就是1到12减去1到4 所以就是12减4 OK 这样子的意思 那我们这里先越减一下 这个等于6 这个12加1等于13 13乘6 638 61678 这个越减就得到2 4加1等于5 520 然后12减4等于8 6 820 822 822这么好 826 搞笑 奇怪 OK这里78减10等于68 68 68乘5 5840 68 6530 所以是340 减16 等于3 24 应该是这样吧 世界会过去变3 3减1又变2 这样子 320 当然东减1 有 这题稍微比较难一点是 主要是因为它的公司你要记手啊 没有其实有三个公司的哦 还记得吗 K的话呢是n乘n加1除以2 如果是k平方的话呢是 n乘n加1乘2n加1除以6 对吧 然后k三四方的话呢就会是n乘n加1除以2整个哪平方 OK OK 所以说第10题 这题他要找m吧 做2乘2其实是还好的啦 2乘2 说这个情形 我们要怎样找m呢 首先第1步呢我把这个简拉过去变加 OK OK so 加的话呢 就是 -8加2等于-6 0加0就会得到0 -16加1 -15 OK 8 减3就会得到5 过后呢我要把这个逆 矩阵放过来右边 这个有点麻烦一点 逆矩阵就是这个乘这个 3515 33得9 15-9 15-9 就等到6 所以是6分之1 这个6分之1你可以把它拉去前面的啊因为它是一个常数 不影响任何东西所以你可以放在最前面 OK 然后这两个要掉位-5 -3 然后3跟3要补一个负 OK 一定要放在右边啊 因为这个在右边他所以他一定也要放在右边 好这个顺序非常的重要这个是那个 除了这个k是可以拉前去以外 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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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matrix的乘法的位置非常讲究啊 所以我相信我在 课堂上已经解释清楚了 OK 就接下去这个乘这个 -6乘-5得到6530 0乘这个就0了 再来这个-15乘5的话呢会得到 75 5-3就会得到15 75-15的话 75-15的话好像得到60 6-3-18 复复得证所以是证18 0乘任何数不用举 5 15乘3得到45 5乘3得到-15 然后应该是45-15就会得到30 所以过后还要除以6 30除以6得到5 60除以6等到10 18除以6得到3 30除以6等到5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这样啦 诶 Sit Sit 没有答案呢 可恶 可恶 但是 有没有靠近的 好像有没有靠近 Sit 我再看一下那个步骤有没有弄错 拉过去变加嘛 -8加2 -6 0加0 也是0 -6 -16 加1等于-15 8加4 8加3 Sit Sit 我插一插吧 插一插 啊 一直错 3 8加3等于12 我用蓝笔了 然后所以这个还有是这里 啊 12 这乘上去5 315 15-9等于6 应该这个这个应该没有错 应该只是错这一边 所以他的 上面两个应该不会影响 只是下面的话就会影响了 5乘15 等于 5乘15 等于75了 这两个相乘 哦 整个36了 两个相减 97 结为123 等到39 修改 39 修改 哎呀 一直飘上来 OK 39 过分 三十九 OK 好 再来5 乘15 等于45 这两个相乘又是-36 相减等于9 9 所以 所以 哎 哎 三十六了 不对 去 还有不对 哭了啦 不对 咩 这么没有人 分析 11 啦 七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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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一直做错 再看清楚 8加3等于11 Oh my goodness 老了啦 老了啦 OK 11 所以应该是减33才对 这个相减得到27减3得到42 这一个得到1242 12 然后呢 再 交叉 惨掉这个 呃 呃 7642 这回对了吧 这回对了吧 B OK B 所以也还好他是选择题哦 不然的话做错了 不知道 至少你可以看到哎呀我做错了 没有选项 然后我还会看去看回去 所以啊我就找到了那个步骤上在哪一个环节出错了 其实我是看得出来的啊只是说有时候就会初心啊做错了这样子 OK 这样子 Paper one也结束了 OK 我还有10分钟时间 呃 应该解不完了 你们有特别想要听 哪一个部分的题目吗 我们只能解多一题 请问你们要解哪一题 喂睡着了啦 不等事 我来看看 呃不等事那里 但是好像没有 哎呦他这一回很坏呢 他把 全部的题目打乱呢 好像这里不等事在第一题这个不等事在 第这一题 这里又不等事在这里 我们私下做这三个了还有第九题也是有 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跳跳桌了啊我们看第五题 啊第五题 5a 他的x 立方 减2x平方 减5x加6 小于0 说这个的话呢我们必须要进行英式分解 那这个英式分解呢三次方你要记得我们三次方我们计算机是可以进行的 好我们先按 Equation Degree3 A等于E B等于负2 C等于负5 D等于6 他就会告诉你 Ax等于3有一个啊 A负2有一个啊 A负2有一个啊 A负1有一个 所以 你再贾贾在进行 综合除法 写下来给他 有一个E嘛 所以我们私下用E就好了 然后E 然后两个相减得到负1 负1 得到负6 负6 就会得到0 所以我就可以英式分解成X 减1 这个是答案是E 所以他这一边是要写减1啊这样子 然后呢这个是可以变成了 X平方减X 减6 说这个可以再进行交叉成的英式分解 下一步你就可以写成X减3 X加2 OK 说这个 你不用显示出来 这个是对高中的学生来讲是很简单的 当然你假假写一下啦 然后下一行你就写这个了 OK 所以数线来讲呢 最大的是3 1 还有负2 正负 正负 我的要取负的那个 区域 我的最后呢 答案是写 X小于负2 或 你可以写 或者是或 1 小于 X 小于3 OK 完了 第五题就这样子 当然你可以在这一边呢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 还有3 你可以直接进行3 得到6 然后又去到0 这个就是 X加2 这个是 X减3 X减1 这样你做 两层 你就直接连这一步呢 就是 直接跳这一边 也可以 不过这个综合处法 一定要显示出来给 第1个一定要显示出来 第2个你有没有写 就看你要不要这个步骤 要不要写这个步骤 不写的话呢 你 除了这个3 然后你直接可以调下一步了 OK 可以啊 明白 OK 再看看 下一题了 时间不多了 就要把劲了 然后第6A 我们看一下 6A 他要解的这个不等式 是5 小于等于5 X减3 小于等于10 这一个只有中间有 X像其余的没有的话呢 你可以一起解的 就是说我加3加3加3就会得到这8 等于13 然后除以5除以5除以5 那就会得到5分之8 X 变成5分之13 好 那这个就是搞定了 这个多少分呢 这个很好 这三分而已啦 所以你看三个步骤三分 超简单的一题 然后还有什么 这个C的这一集应该蛮简单的5分 我们来看一下 A第7C应该是第7C 什么还是第8C 第8C 因为第7题要没有 没有出不等式 我们看一下8C 这种题目讲解 他有X加1 的平方 2-X 糟糕 X-3 这个要调整一下 因为我们要看到这个 我们讲说我们一定要做成 X-1 X- X加1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 X-2 我的符号呢 就调转 因为我乘以 -1 OK 做了这一步之后 我们才进行这个 竖线 这边有一个3 这边有一个2 这边有两个-1 然后呢 正 负 正 负 正 OK 然后 这个不可以等于 因为它是分母的 所以空性 其余的是可以等于的 可以等于的 然后呢 因为小于0 他要负的这一点 所以呢 X等于负1呢 可以有一个解 2小于等于 X小于3 OK 所以这题就这样子 就解到了 最后题了 我们有三分钟 我们来做一下这题 第九题 解不等是 组 负 X平方加5 小于4X X平方加 X2X 减3 大于0 这是第1个 第1个方程式呢 我们先整理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 减2X 如果我拉过去的话呢 就变成 X平方 加4X 减5 但是大口是对他们那一边 大口对他们 所以这个 调整的方面呢 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因子分解就变成 X加5 X减1 可以吗 所以说话数线我们有1跟负5 真负真 然后它是可以相等的可以相等的 这是第1个 第1个方程式 第2个方程式的话呢 X平方加2X 我画了 我画是往下一点 0 -3 跟-5 第1个 是这个黑心圈 这一两边 另外一个是空心圈 这两边 真正overlap的这一个部分 是这一边 那 那X呢 就可以 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 -5 或者 X 要大于1 一个空心 一个实心 到底我缺哪一个 因为我要看overlapping的话呢 那个空心就代表那个E不可以拿 这样 一个E不能拿 一个E可以拿 这样我要选哪一个 这样 没有overlap 就是overlap 就要两个都要符合才可以 所以有一个没有拿 我就不可以拿 这个也是一个很 很麻烦的一个逻辑 考验 所以有一些可能就是在这个位置会有丢了一些分数 如果你有写等于的话 来 时间 准准 那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加油 考试顺利 拜拜